伯多年來港燈 能夠一直以世界級的電力服務 支持香港發展 全因我們與時並進 鼓勵同事發揮創意 不斷創新 可以配合社會和客戶的需要 很多人都會覺得電力行業的作風 通常都是比較傳統 和保守的 但在港燈 其實我們是不斷用各種新的方法 新的創意 去提升我們的供電可靠度 和我們的各種服務 港燈一直採用最適切的技術 確保香港市民 享受優質的電力服務和生活 與時並進 不斷創新 就是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港燈在電力供應 保護環境 和關愛社群方面 都力求創新 令公司和香港 一齊可持續發展 為了可以提供到安全 可靠 穩定 環保 可負擔的電力給港島和南亞島的客戶 港燈利用不同的創新科技 包括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 進一步提升供電可靠性和電力質量 有採用先進的電腦技術 應用程式 自動化工序 機械人操作等 更佔新科技 令日常營運更安全 更有效率 港燈致力採用更潔淨的能源 包括增加天然氣發電 和開發可再生能源 港燈南亞發電廠 正逐步增設更多天然氣發電機組 以天然氣代替延煤發電 大幅減少排放物 而港燈亦擁有全港唯一 具商業規模的風力發電站 以及本地其中一個 最大型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並且積極資助工商業和社區 使用可再生能源 提升能源效益 推動社區環保 在社區服務方面 港燈推行的四項計劃 全部都超過十年 充分反映我們追求可持續發展 配合和回應不同時代的社會需要 就以港燈與社聯合辦的 香港第三齡學院U3A為例 鼓勵退休人士終身學習 服務社會 成立至今已超過十三年 港燈在2018年 就很有創意地 將U3A結合企業需要 推出知識用電落靈大使訓練計劃 讓參加者學習環保知識 和低碳生活 然後身體力行 並推廣到社區 將關愛社群結合公司需要 遇社區宣傳於環保教育 由讓退休人士繼續服務社會 一舉掃得 港燈多年來緊隨社會步伐 我們無時無刻都只力發揮創意 無論是管理層的業務策略 亦或是員工的日常工作 都為公司注入新思維新力量 不斷求進 正義求精 與香港在可持續發展的路上 定堅持進 發展持續創新 港燈供電非常穩陣 想了解更多 港燈在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和表現 歡迎參與我們的 可持續發展報告